美股周三收高,科技相关股的抛售有所缓解 且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发言,平息了人们对通胀的担忧后 投资者继续将资金轮动至周期性股票 GameStop尾盘大幅上涨,在没有明显催化因素的情况下 成交量是过去10个完整交易日的日均成交量的两倍多 该股是1月底散户交易狂潮的主角 道指上涨424.51点,至31961.86点,涨幅1.35% 标普500指数上涨44.06点,至3925.43点,涨幅1.14%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32.77点,至13597.97点,涨幅0.99%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间完整! 中间完整!